市長加油 新竹市長高鴻安 17號上午抵達台北地方法院 針對涉探案再度開庭 市長加油 我們都支持你 開庭前高鴻安難得停下腳步 逐一跟支持的里長聯誼會 握手致意表達感謝 市長 這裡有什麼要說的嗎 市長跟中午的公佈 可以休息嗎 不同以往套裝 高鴻安這次改穿洋裝書題 何怡婷所傳喚5名被告 下午也將以證人身份 傳喚高鴻安前男友李中庭 這也是涉探案密集開庭以來 李中庭首次公開對案件發言 上午招呼結問程序 由前辦公室主任陳煥宇開始 更曝光先前偵訊內容 福報加班費第一時間曝光後 高鴻安曾找陳煥宇 和前助理黃靈慧前往新竹商討 告知兩人通知其他人 不僅會幫忙找好律師 也要大家不要隨便發言 更請陳煥宇轉答小兔 將手機和電腦銷毀 而高鴻安的律師則是針對 零用金和加班費的部分 詢問高鴻安有無告知 陳煥宇表示沒有 律師在問是否有小兔接洽 陳煥宇則答是 似乎想把刑責推給小兔 營造高鴻安不知情的情境 若是程序順利 高鴻安下午有望以證人身份出席 而李中庭的坐鴻 是否會替高鴻安扭轉情勢 也受到外界關注 三菱新聞正常的律師 與衍生小組